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美股真的是气势如虹 当亚洲在因为疫情出现一轮股灾的时候 美股又跌 但它跌的并不多 然后疫情好像才稍微新增并率 稍微少一点的时候 美股已经一飞冲天了 到昨天美国四大指数全面的创新高 NASDA涨0.9% 涨幅算不大 但人家是再刷历史的新高纪录 9728 然后道琼准也涨0.94% 指数再刷29568点的历史新高 S&P500 废半 都刷新高 而且NASDA看起来好像目标1万块来了 道仲使3万点看起来也近在眼前 这真强到不得了 强到不得了 所以影响台股的最重要两个市场 一个是陆股 一个是美股股市的部分 那陆股从新春延后开盘之后 错低之后 连一红二红三红四红五红六红七红八红 到今天目前为止才来一根小黑棒 虽然还谈不上是所谓的V型反转 但看起来陆股 疫情确实很严重 但股票市场它受到的一个冲击 其实就那么一天而已 更不要说创业版 前两天我就有说 一路的创新高 所以我的判断是 疫情没有那么快平稳 平缓下来 可能在三月份到四月份 它才会明显的下去 但股市的疫情 我认为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那么台股的部分 今天目前录影时间 一点的零七分 指数大概涨十六点 大概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几点 涨不多 涨不多 因为昨天突破了季线 今天来到的月线 两个比较重要的短天期的均线 交汇在这一个位置 当然它就是一个短期的压力 但是我认为整理以下之后 终究还是要再上 因为资金它陆续回归了 本质上来说 全球的金融市场之所以 可以在去年涨那么多 今年持续的乐观看待 就是因为低利率的环境 利率越低越宽松 钱越多 钱没有地方跑 最终还是回归到股市 所以这个均线早站上晚站上 我认为都会突破 只要重新涨回到所有均线之上 台股再来就是要回归到春节前的高点 也就是说会把股灾的这一段的跌势 通通收复回来 我认为台股有这个充分的条件 那当然 涨得快涨得慢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在于 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要买什么样的金平股 它可以在股灾的时候 它可能跌的相对少 那股灾平稳下来 行情恢复正常之后 它可以很快的拉上来 它可以让你当你在危机入市的时候 很快的赚到一笔大钱 这才是重点 选股才是重点 那要买就是要买金平股 最好的股票 最好的例子 仓和 今天才礼拜四 2月10号 礼拜一 没有几天前 今天礼拜四 昨天三 前天二 大前天礼拜一 早盘杀到最低点182块 182块 早盘最低182 结果今天 盘中最高242 从182到24 四天时间 涨了60块钱 平均一天涨15块 最标准的V型反转 当天 礼拜一 杀到182 我说这是什么 洗盘加换手 因为 他是去年台股 累积涨幅第一名的 超过5倍 他在封关前 创历史新高 来到245 收盘价当天收在240 也就是说在放假之前 在过去这一年 不管你是自己买仓盒也好 或者听我郑老师的解盘 你觉得很有道理去买仓盒的 到过年前全部都大赚 虽然累积也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就过完年之后遇到股灾 那人性如此 如果我赚了5倍 我赚了4倍 我赚了3倍 我赚了3成 我赚了2成 我赚了5成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利空因素 人们想要所谓的获利了结 先走一趟 我想这是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心态 情有可原 所以 疫情爆发之后的一开盘 就先跌停 然后一路往下灌 这是在反映什么 就在反映这种心态 获利了结 或者短线追高的 会怕 快来走 加去杠杆的话 股价就往下压 但这往下压的过程 我不断跟你说 它是最有条件 做V型反转 因为 它的毛利率超过5成 它的营益率超过3成 而且持续在往上 它的产能 几乎一开出来 就被客户拉走了 那个货就被客户拉走 因为 它的太阳能PI网板 全球独家专利 全球只有它 未来会不会竞争者跟上来 我认为需要时间 迟早会有 但目前全球只有它 所以它有最好的条件 而且它的获利大爆发 单月赚了超过1.4 一季目前大概5块钱的水准 第二季可能超过6块 但股价竟然跌到180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股灾 补跌 但补跌完毕之后 聪明资金自然会进来减便宜 所以今天你砍182 结果182被人家买走之后 连续4天 蹦蹦蹦蹦蹦 一路往上到今天已经242块 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验证了 我说你要趁着跌下来的过程 用弱势股换强势股 用跌下来的弱势股换跌下来的强势股 以跌换跌以弱换强 你才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钱通通转回来吗 而且可能还多转 结果事实证明 昌和礼拜一杀到182收199 当天就差17块 隔天涨停板到218.5元 礼拜三再冲到236 今天再冲到22 所以短短的4天的时间 V型反转 从182拉到242 拉了60块钱 总共33% 非常完美的 帮金贫股的V型反转 下了一个最强力的一个注解 所以这也再度证明说 我们坚持值买金贫股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策略 它是一个原则 它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策略 今天只要你能有所坚持 股灾终究永远都会发生的 但重点是你发生完之后 你股票撑不撑得住 你涨不涨得回来 未来会不会继续创新高 这才是重点 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每次股灾发生的当下 你如果去买你都会贪钱 当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其实它有很大的差异是 你买对股票才会赚钱 你买错股票你还是照亏 那你要买什么股票 就是金贫股 就是我说的 金贫股的几个条件 我们要坚持只买金贫股 金贫股的几个条件 你要最强的毛利率 当然营益率也算 EPS成长性或者市占率 就像昌和 它是全球唯一的 PI网版的供应商 唯一的市占率最大 所以这种股票强的不得了 获利跟它差不多了 可能300 400 500 800 1000都有 获利这么突出 营益率毛利率强的不得了 结果股价竟然从245块 杀到182 所以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 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 这一切都在验证 郑老师之前跟你讲 而且验证的速度 快得不得了 礼拜一杀到182 可能很多人还在砍 到今天已经到242块了 你在这边要再追 那是一种心理上的 这种天人交战 所以你有180 190 200 你不买 你何苦要来买240 所以在读证明 我们的金银股是最强的 原月份营收1.82亿 小减6%创历史的次高 减少是合理的 过年本来就放假 可能用两成人率再加工 大部分的人还是在休息 最后原月份 原本开工还有两个工作日 可以加速的赶工 就大陆又遇到疫情 那两天又放掉 所以小摔6% 还创历史是高 这是非常强的 照理说那两天的工作 如果加进来的话 其实我认为原月份营收 是创新高 所以股价涨上是有道理的 而且原月份的营收1.82亿 只少于12月份 它比11月份的1.76亿来多 11月份赚1.4 12月份1月份理论上赚得更多 大概都超过一块半 所以你说单季有一个5块钱的水准 我认为非常合理 当然2月份现在大陆那边 开工有延后 人力也没办法立刻完全到位 2月份营收 大家都会受影响 长河也一定受影响 但难道今天跌到182 不是早就已经反应完毕了吗 今天会从182买到242的法人 投信这两天连续性的大买 为什么 难道他不晓得2月份营收会少吗 就是因为这都已经反应过了 而且营收的地盐 3月份我跟你讲出不完 产能根本不够 所以陆续要新增产能 再来还要进两个星级台 三台 从30台变成33台 产能会再增加10% 加去瓶颈 产能到时候增加不会只有10% 所以我们推估从第三 3月份到第二季之后 我们推估产能大概可以再增加两成 单月份的获利到时候 应该是两块钱的水准 如果单月两块一季六块钱 那我是不是就跟你讲说 我们就说嘛 矽利的部分 去年第三季赚6.47 矽利KY 股价这一波最高已经涨到1250块 当然他不同族群 他不能完全类比 但我要跟你讲的是 当市场资金在追逐最高 EPS最高毛利率 银利率最高股东权益报酬率的这些高价股的 金平股的时候呢 他们的那种比价的概念 本一笔的评价那是会慢慢拉到一个差不多的水准的 即便是落差太大 你也会拉近 所以一季赚6块半的公司已经涨到1200了 如果第二季仓盒给你拿出一个6块钱的水准的话 那你1200要买200 有必要差到1000块吗 今天如果说今天是你 你是一笔新的资金进台 你要去买1200的系列 还是要去买200块的仓盒 如果说他们单机获利可能是差不多水准 当然系列我认为多一些 但也没有必要差到1000块 所以这个就是比价的观念 当然你很清楚你公司的基本面的强度 你很了解说同值的获利的公司在股价上的一个评价 有人是这么高 他是这么低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资金未来水位会往低处流 当然这种股票它在补涨 它本一笔在重新做调整的时候 那一波大行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以前我们在做多少所谓大波段的操作 星象100到300多 这一波是200到500多 以前百岩86块涨到350 以前康控110130涨到600多块 更久以前群联100块涨到739块 当这些股票进入一个主身段 在拉一个倍数的大行情的过程 后面在涨什么 就在涨本一笔 本一笔从10倍到20倍到30倍到40倍的过程 那是4倍 获利成长本一笔在往上拉 那是一个大波段的好几倍的获利 我们以前完成太多次的这种大波段的操作绩效 我太有这个经验 今年的昌和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以第二季 毛利率超过五成 引力率超过六成 单季获利至少做五看六 这个价位从我过去操作那么多的大波段的高价股 从中高价位变高价 现在是严重低度 所以我太有经验操作这种大波段的金银股 其实你跟着我做 你会发现 这波股在发生 会员 十股确实一直有卡住 就这两天陆续的 不但都回来了 而且形象大赚超过100块 形象之后换的新股票也赚 建策也赚 昌和瞬间拉回来并翻转 又大赚了 账上还有套牢的股票 没有几档 可能剩一两档 而且可能套得非常有限 所以股灾发生之后 我们赚上是大赚钱 形象 礼拜二 495全部出金 从389到495大赚106块27% 这是一个完美的操作 一个月389到495 赚了超过100块钱 接近三成 然后资金再去转进 新的金银股 所以人家是发生股灾 我们是逆市大标 大赚了超过100块钱 这一来一回差多少去 人家是在了钱 我们是大赚超过100块钱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然后呢 我说我们就一档接一档 这一档赚了100块 钱收回来 然后前两天我们再买下一档 而且我认为新的标的 它未来可以赚的 价格的空间 可能是新向的三倍以上 也就是说新向赚100 我可能这档股票赚300 然后前天买 昨天找盘涨30块钱 比价超越享受 今天找盘再涨24块钱 强的不得了 这档股票呢 获利几乎是享受的一倍 就是说我这一档股票 我的EPS 几乎是享受的一倍 但是呢 我股价比较便宜 然后我的客户呢 享受涨什么 他有AMD 他有Intel 所以今天股价已经来到990元 最高990 几乎又快要成为台股 下一档前景股 那这档股票不止 同时有Intel加AMD 他比享受还多一个Apple 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这是不得了的公司 那他赚的比享受多一倍 但股价比享受便宜很多 所以本益比只有享受的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以我的获利 跟你享受的获利 假设我们本益比是一样的 那我本益比是你三分之一 我要再涨两倍 那空间有多大 空间有多大 但是我不敢说要涨两倍 或者说我们股价 只要追到你享受 我本益比只有你的一半而已 所以我就说将比价享受 享受都快破千了 他当然更有机会破千 所以我就说 他有超过300块的获利空间 所以前面我们星象才赚多少 赚了超过100块 赚了超过100块 然后把星象的本金 跟赚的钱 再投入下来当股票 到今天为止 这两天 前天买 昨天跟今天 已经赚了超过5-60块钱 所以那是非常不得了的 获利累积的速度 强势金平股一档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是有资金 想要现在进场 大赚一波 或者你想要跟着我 去调整此股 换到曾老师的最新的金平股 我认为现在都是最好的机会 刚刚那一档股票 全新最强金平股 是XXX 同时拿下Apple Intel AMD达单 比翔说来多一个Apple 股价上看1000块 空间高达5成 赚完星象 要再赚这一档 虽然说我们会员 这两天已经很爽的 赚了超过50块钱 但我认为这只是刚开始 后面可能还有300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脚步 不要说等到他真的 一路飙上去之后 你再来追 那就辛苦了 到时候我就要再准备下一档 所以现阶段还有最后 最后最好的买点 所以最后一天 再开放10个优先卡位的席制 只要你来电 或者是你加入这种时候LINE8 那LINE8怎么加入 很简单 就右下角QR Code 拿起你的手机扫一下 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8 然后加LINE8之后 你留下你的电话 或者是直接来电也可以 广告中会有电话来电 我们有最后10个优先卡位的席制 我带你买进 我带你跟操作仓和 跟操作星象一样 买在一个波段的起涨点 大赚一波三五成的波段行情 我认为操作金银股 最后都成为市场最大人家 所以最后一次10个名额 来电或者叫LINE8 我将亲自带你买进全新台股 最强金银股 比价强硕 上看五成获利 获利的幅度会是星象的三倍 错过星象的 错过昌和的 这一档好吧 我等会我们再聊其他股票 好 欢迎回来现场 目前的LINE的时间 1点的26分 刚好最后五分钟暂停交易 目前指数小涨13点 因为雅谷最近涨多 早盘开高 全部都压回 台股维持一个小涨 其实蛮不错的 加上遇到一个月线季线的纠结的地方 稍微晃一下 震荡一下 明天礼拜我maybe再整理一下 下礼拜我认为还是乐观 但话说回来就是说 即便指数涨到1万2 1万3 1万4 1万5 其实你选错股票 其实也没有用 强势的股票 遇到股灾 怎么下去 就怎么上来 就像昌和 星象 最完美的注解 所以你要买金瓶股 那你就可以大赚钱 那你不会选金瓶股 我帮你选 我帮你选的 你还不会操作 你来跟着我操作 那比如说建策 礼拜一大涨10块 223.5元 礼拜后再来到225 礼拜三再来到232 今天早上再来到21 的波段的新高 强的不得了 虽然说 创高之后压回稍微整理 这个涨多 终究你是要整理 换手一下再往上 这个非常的合理 原来没营收创的历史新高 强的不得了 SERVER 汇图卡电动车都强 全年都很旺 第二届新产能 已经被AMD包了 下半年还有Intel 所以今年是业绩大爆发的一年 所以我们最近买的建策 就是大赚 就是大赚 然后帽林 昨天高点138 今天高点再推到143块半 尾盘虽然说也有点卖压 但大盘今天有点卖压 所以涨多的稍微回档 这都合理 但网上结构不变 因为苏州厂2月10号已经获准复工 Apple逐渐进入键盘的拉货忘记 只要大陆的那边供应链整个动起来 慢慢会恢复正常 后面的营收会非常强劲 今年保守上干13到15块钱 乐观上干18到20块钱 我想这一档就有点像是过去的 瓶盖股的郁金光跟康扣 今年就是茂零 今年就是茂零 可能时间不多 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太多 然后前两天 我们全面出新的新项 398到495 大赚了106块 大赚了27%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操作 因为过年前到过年后 股灾发生 那当然要创新高 人家是大赔 我们是大赚了超过100块 接近三成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操作 然后把本金卖掉 本金收回来 赚了钱之后 再去买下一档 这样强势的金明股 结果礼拜二买 昨天大涨30块钱 今天早盘最多涨了24块钱 连续两天创新天价 获利比翔硕高接近一倍 客户比翔硕多了一个Apple 股价比翔硕便宜 本亿比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真的要比价 涨两倍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说比价强硕 上看1000块 有超过300块的获利空间 所以如果说 想要跟着我操作 最新最强金明股 不要再错过了 昌和心向我们都大赚了 这样不要再错过了 只要来电 我将来留下你的联合电话 就可以预约最后实名 优先卡位最强金明股的席次 把握机会吧 祝大家收听你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